夜早 夜早先是夜早 因為時間比較長 要先打 打仙 如果你家裡 打仙一團 這個很方便 對,這個真的很好用 如果不是,Vitamix的乾杯會很好用 10杯都打到 不過你用很慢速 就是這樣 這樣已經可以吃了 對,打成這樣 分開少許,再加這個 比例很重要 你要剛好比例 達到你所要最理想的效果 我為何給不到比例呢 因為每一種椰棗的甜度不同 它的乾度不同 我們這次是特別些的 你這樣握一下它,捏一下它 你就知道那個感覺現在是否ready了 差不多了 OK 然後怎樣呢 看著它 有很多做法 你將它放在蛋糕模 你知不知道 做蛋糕模 這樣就做蛋糕了 吃 已經是一個基本蛋糕 即做蛋糕的底 但現在我們把它倒出來 來吧 凡是用手做的東西 你就放了很多能量下去了 所以每一個人做出來 吃下去是不同的 我今天嘗嘗皇媽的能量了 哈哈 哈哈 這樣吧 先搓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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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搓 這樣搓 要大力搓 壓 壓 這樣 有足夠的壓力 它就會濕 這樣搓 搓好了 看到 搓它大個你隨便 不過一般我也是搓不大個 因為這個是很飽的 所以如果你搓到冰箱那麼大 它搓一個已經是飽了 就是這樣搓了 20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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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入口的感覺是最好的 太多你會嚼得很累 這個剛好一入口 剛好夠你的舌頭享受 然後我們再加上這三種粉 就有不同的口感 剛才博士有講這個 螺旋找粉 實際上它可以幫助我們怎樣了 就是說 當我們吃了很多的食材裡面的維生素 該怎樣如何的最有效的能夠吸收 就是吃它 它能夠把你其他的一些營養全部幫你吸收 很好讓你身體吸收進去 所以每天吃點這個是最好的 不然你吃那麼多食物都沒辦法 很好地完全地吸收 用少個溫度 好 這些核桃堅果都是先用水浸泡 吹了牙的 吹牙呢 為了什麼就是當你吃的時候 它可以 你的肚子不會脹氣 因為 堅果長熟了之後呢 它是會有酵素移植劑在裡面的 它進入了睡眠的狀態 你如果是直接的剝了就這樣吃 你就會發現你肚子會脹氣 會不會 然後你吹了牙之後 它就釋放了它的酵素抑制劑 這樣的話呢 它吃起來就會有生命力 然後口感也會很好 我講普通話你們聽得懂嗎 聽得懂 我盡量已經講得很慢了 吹啊 吹牙 這是吹 吹 吹牙就是用水浸泡 釋放它的酵素抑制劑 跟那個發芽不一樣 發芽苗它是要長出芽芽來 這個不行 它只是用水浸泡 為了釋放它的那個睡 就是也就叫激活它 感覺讓它要清醒回來 要有生命力 那這個浸泡的時間是 大小 堅果大小不一樣 浸泡的時間不一樣 大的要八小時 這個六個小時其實夠了 中間換一次水 小的就有的有兩個小時啊 三個小時都有 這個是看你的堅果的大小 腰果了就要換水 要記得中間要換一次水 不然天氣熱 它腰果的澱粉比較高 這時候就是 這時候明天是用不著 盲哈 對對晚上 對對對 對對 對可以可以 然後做好就帶到公司 是很好 你出去外面玩 也是可以的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吹了牙的水 堅果跟沒有吹牙的堅果 口感完全不一樣 你會改變你 之前不想生吃核桃 你會發現 吹了牙之後 你會喜歡上它 你會覺得很好吃 不過吹了牙之後 要用風乾劑 把它重新風乾 風得脆脆的 它才好吃 這個小朋友也會很喜歡 椰棗呢 它的生糖指數很低 野酒 生糖指數很低 百分之三十三個左右 所以糖尿病人 有些什麼都可以吃的 它稱為沙漠中的麵包 它有飽腹感 大家看到 我們做出來 就可以變出 你要多少碗 都可以 你自己找不同的粉 去做就可以了 家裡開派對的時候 做這個很好 你也可以把它 小孩子喜歡的形狀 用模具啊 把它壓出來也是可以的 小熊啊 小兔子啊 都可以